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61章 我们继续来思想 什么是真正的复兴 我们过去都是 死在过恶罪犯软弱当中的人 上帝把我们从罪恶死亡 跟魔鬼的手下救赎了回来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怎么样 赶快振作起来 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但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这些 积极想要复兴的人 提醒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复兴 因为外在的飞黄腾达跟热闹 其实在上帝眼中 常常不是复兴 复兴指的是什么 复兴指的是我们这个器皿 耶和华的仆人 愿意被上帝用他的方式来使用 而成为他在历史里面 他是上帝是公义的神 以及上帝是慈爱救赎的神 的最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因此呢58章跟59章 上帝就特别提醒这些 被掳归归回 然后看见伊路撒冷这样的残破 所以努力的努力的 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是宗教上 要希望能够重新看见复兴的这些仆人们 上帝给他们非常严厉的提醒 不要再走回头路 你们怎么会弄到国破家王 被掳到巴比伦 就是因为你们以前只在乎外面的复兴 但里面却远离了我 与里面非常的败坏 你们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看不到 有公义跟慈爱 你们怎么能够成为我的器皿 我的见证者了 那到第六十章的时候 上帝就应许他们说 如果你们愿意放弃 你们自己复兴的方式 要用我在你们身上 复兴你们的方式 你们在第六十章将会看见 幕后的那个神国的荣耀 是何等的伟大 你们会亲自见证神国的复兴 超出你们的所求所想 而接下来今天要讲的第六十一章 他更进一步告诉我们 上帝乃是要透过 他的那位忠心的仆人 那位预言里面的以马内力 他要亲自成为受高者 受高者 那个西伯来文的发音的翻译 就是弥赛亚 因此呢 这位弥赛亚仆人 受高者仆人 他要亲自来带领众仆人们 来进到神国度的复兴里面 我们就来看第六十一章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六十一章第一节让我们看见 这位受高者仆人 弥赛亚仆人 他说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 上帝亲自高抹他 让他成为受高者 上帝叫他传好信息 给各种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每一个被耶和华重用 跟被耶和华复兴的仆人们 一定会领受神的灵 跟神的话语 我们之前在第五十九章的最后一节 也是有提到 那边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 就是耶和华这些被掳归回的仆人们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加给你的灵 传给你的话 必不离开你的口 也不离你的后衣 和你后衣的后衣的口 从今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每一个被神高抹的仆人们 你都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和工作 你也领受了神的话语 要传扬出去 因此我们成为一个耶和华的仆人 在神的灵跟神的话 这两个方面 都是要齐头并重的 而圣灵要借着他的仆人 将好信息 上帝的话语 传给那些第一谦卑的人 谦卑这个字很丰富 它可以翻译成谦卑 也可以翻译成贫穷卑微或受苦 也就是说不论是真实的身心灵 在一种贫穷卑微苦难里面 或是一种心灵 因为敬畏上帝 而显出自己好像一无所有的 好像自己倒空自己的 这种灵性谦卑的人 就有上帝的灵 要在他身上工作 有上帝的好消息 上帝的话语 要赏赐给他们 不仅包含这样的谦卑或是受苦的人 也包含那些伤心的人 被俘虏的人 被囚禁的人 他们都要被医好 要被释放 要出煎熬 不再被魔鬼 罪恶跟死亡来伤害 囚禁跟捆绑 因此呢 耶和华受高者仆人 他带领所有的耶和华的仆人们 来进行对世人的身心灵 跟他们的生命 伟大的医治和释放的工作 哇 这真的是太伟大的一件事情 第二节 这位受高者仆人 要带着被复兴的 耶和华的仆人们 来进行上帝对恢复 和复兴这个世界的行动 跟内容里面 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还记得耶和华的绑币 在以赛亚书里面 他好像有两只手臂 一只是公义的绑币 一只是救赎的绑币 同样的在58章 跟59章里面 谈到这些被鲁归回的 耶和华的仆人们 不要只是专注在外在的复兴 里面是不是也复兴了 里面真实的生命 日常的生活 是不是也都在见证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 以及上帝是慈爱的救赎者 如果我们日常生活 没有办法见证上帝的公义 跟救赎 我们就不是耶和华要使用的仆人 第三节他说赐华冠与习安悲哀的人 华冠指的是果头巾或是头饰 所以呢如果你是痛苦悲哀的 你就会把你的美丽的果头巾或是美丽的头饰把它摘下来 但如今上帝要使那些悲哀痛苦悔改的人 重新戴上华冠给他们 注意这不是王冠 这只是一个华美的头饰头巾 然后来代替他们头上的灰尘 以色列人他们痛苦悔改的时候 就会把地上的灰尘抓起来 放在自己的头上 但这面代表怎么样 他们有悔改的心 必经历到神的赦免之恩 上帝要重新把喜乐的华冠 带在他的头上 要让喜乐油代替悲哀 以色列人在过节或是欢乐的时候 他们会在身上抹油 代表畅快喜乐 而之前呢因为悲哀 所以都没有抹油 但上帝现在要亲自用喜乐的高油 圣灵的喜乐来高抹这些悲哀悔改的人 要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之前他们的灵里面充满了忧伤 无法开口赞美神 但现在这位受高者仆人 要带领着众仆人们 在以色列里面 也在世上的万邦万国 要让世人不再只是没有指望的忧伤 没有盼望的忧伤 而是要让他们经历到 弥赛亚的救恩 使他们怎么样能够脱去 这个忧伤之灵 穿上赞美的衣裳 要使他们称为公义术 使耶和华所栽种的 叫他得荣耀 救恩跟公义 永远是上帝两支绑壁并存的工作 你不能只指望救恩 却不要面对上帝的公义 当然没有人可以面对上帝的公义 因此我们唯一面对上帝公义的方法 就是承认我们的罪 因为上帝用祂的儿子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只要愿意承认并且悔改 就必同时经历到上帝公义的满足 以及救赎的实现 第四节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 建立先前凄凉之处 重修历代荒凉之城 这个之前在五十八章第十二节 也谈过 这些被兴起的耶和华仆人们 要在耶路撒冷圣城 也要在神所造的全地 来修造重建 一切被罪恶所毁坏的 历代的根基 这些经文都让我们很兴奋 包含耶稣基督 他例如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 拿撒勒的会堂 他所宣读的就是以赛亚书 第六十一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 因此耶稣基督 就是那一位受高者仆人 第五节那时外人必起来 放牧 牧放你们的羊群 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 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 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五节六节这样的经文 在上一章六十章也有谈到 那边讲到上帝要使列国列邦 将他们的人才跟资源 全部奉献贡献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而耶和华的仆人在其中 要成为见证者 要把荣耀归给神 当然我们也提醒过 所贡献进来的资源跟人才 不是要满足耶和华仆人们的私欲跟贪婪 这是我们特别留意的 有时候我们会假借神之名 行贪婪之实 那我们就要问 那为什么神要调动万国万有的 这些资源跟这些人力 来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呢 那是为了要让神国的计划 可以来运作 让上帝的荣耀可以彰显 而同时也是要让耶和华的仆人们 可以更加的专心 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 因此第五节讲到说 外邦人起来帮你们放牧羊群 跟耕种田地和修理葡萄园 而你们则专心的做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耶和华神的仆役 然后呢 仆人们就跟着弥赛亚仆人 专心的来宣扬神国的救恩跟公义 第七节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 代替所受的羞辱 分中所得的喜乐 必代替所受的羞辱 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是越服侍越喜乐 我们越服侍的时候 神也会供应我们这些侍奉者 一切所需的 并且得到加倍的恩宠跟产业 服侍上帝的这种永远的喜乐 也必归给我们 圣愿神祝福每一位 跟随他的好仆人们 在服侍上帝成为一个 君尊的祭司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都随着我们所求的神的国 跟神的义加给我们 但是不要本末导致 我们服侍神 不是为了得这些好处 这些上帝的公义跟祝福 是要使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 没有后顾之忧 以至可以专心的来服侍神 第八节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抢夺和罪孽 抢夺跟罪孽 是这个世界之前 所施行的法则 我们在上一章 第六十章里面 第十八节也有提到 上帝要用有价值的 来取代这个世界上 没有价值的领袖 或是没有价值的游戏规则 上帝所恨恶的 就是这一些抢夺和罪孽 这一套神不喜悦的游戏规则 会被神取代 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们 千万不要用神所不喜欢的 这一种世界的游戏规则 来经营神的国度 那神宁可不要你服侍他 这是我们要常常小心的 不要假借上帝之名 行贪婪跟世俗的这一些观念 在神的国度里面 来败坏神的荣耀 我们继续来看 第八节说 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 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 上帝他所用的游戏规则 是诚实 上帝他所要跟他的百姓 所立的是永远的约定 因此我们的安全感 在于我们与上帝立约 而不是用世界上那一种游戏规则 来成为我们的安全感 第九节 他们的后裔 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 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 凡看见他们的 必认 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感谢神 我们纪念神的家 神也必纪念我们的家 以赛亚书里面不断的谈到 这些神的仆人们 不仅是我们 连我们的后裔 神也要将他的灵 跟他的话语 要加给他的仆人 跟他的后裔的口中 因此呢 我们将被世人认识 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 是耶和华所赐福的一群人 世世代代 蒙神所拣选跟使用 第十节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益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那华冠我们讲到 就是漂亮的果头巾 又向新妇就是新娘佩戴装饰 上帝要亲自以圣洁公益 装饰他的仆人使女 因此我们不要搞错了 把世界上的那些东西 拿来装饰 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使女 对不起 我一直重复讲这些 因为实在是语重心长 十一节 田地怎样使百姓发芽 原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 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益和赞美 在万民中发出 公益和赞美 公益和救赎 这就是耶和华所栽种的种子 也是耶和华所要收割的果实 因此上帝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要他的仆人用世界上的那一套来经营复兴 上帝要他的仆人们行公益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因为真正的复兴不只是外面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是由里面的复兴 而来见证到外面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不是这些硬体的复兴 这些树木的复兴 真正的复兴是耶和华的仆人们 与神同心同行 在弥赛亚仆人的带领之下 一起来治理这地 建造神荣耀的国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你本来就是荣耀的 你本来就是丰盛的 你本来就是伟大的 因此我们不以自己人生过去的一些苦毒 或是一些阴影 就误以为做一个属灵的人 就是苦哈哈的 或是每天在受苦的 主啊主啊 我们过去纵然受苦 你也必带领我们 进到你自己的拯救跟慈爱里面 因此求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不是苦哈哈的 才叫属灵 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成功的基督徒 就叫做这个成功神学 或是贪爱世界 主这不是正确的圣经的观念 但同时主啊 你也要常常提醒 甚至是光照我们 不要假借上帝之名 行我们个人贪婪的事 假借教会或国度之名 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 这也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 要面临严厉审判的事 求主保守你的仆人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